有消息稱 吳軍企圖切斷 同往克里米亞的陸陸走廊 吳防長在與美防長見面前 向記者展示印有戰機圖樣的手帕 彼此給他提供的 那十艘水下減航器 將來我覺得確實有可能 在戰爭的關鍵階段 對克里米亞造成較大的損害 其實對於美國來講 他覺得他要現成的考慮 如果說那麼提供了戰機之後 那麼戰機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 沒辦法發揮出的應有的水平 甚至我們說在戰場上表現很差 那麼最後我們說當然 會影響美國戰機的 在國際市場上的這種名聲或者是印象 俄烏衛衝突一周年臨近 美軍參聯會主席聲稱俄方已失敗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標籤 就是硬性的 我要給你貼上這樣一個標籤 他就想證明就是美國所主導的 這樣一個俄羅斯相對抗的軍員聯盟 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 他上次自己在證明自己 北約戰機在不同空域 多次攔截俄軍機 北約秘書長稱 要加速對烏的軍事援助 並於再次提高國防開支 佔GVP比例標準 冷戰所遺留的這種溝通機制 包括相關的協定 事實上不斷地被美國和北約所破壞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說整個局勢是逐漸變得更為緊張 日本計劃部署10座大型彈藥庫稱 採購美國戰斧導彈能避開防空系統的攔截 並在政府部門新設所謂認知戰機構 日本近期一系列動作是何企圖呢 防武型觀察 特邀軍事專家為您深度解讀 各位好 歡迎收看防武型觀察 我是寧昭 近日有消息稱 吳軍試圖切斷通往克里米亞的陸路走廊 具體內容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一個觀察短片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月15號報導 扎波羅勒州行政機構人員表示 吳軍在扎波羅勒州組織進攻 試圖切斷通往克里米亞的陸路走廊 並指出俄軍已在該地區建立幾條梯次防禦線 以防止吳軍的突破 此外 綜合美媒消息 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 在布魯塞爾舉行的 北約國家國防部長會議上 向西方國家防長傳遞了一個信息 他當著記者的面 展示了印有戰機圖樣的手帕 這是他與美防長奧斯汀會晤前做出的舉動 當時被記者問及 烏克蘭正尋求何種軍事援助時 他掏出了這條手帕 美防長奧斯汀則表示 西方現在的破釁任務 是為基辅提供防空系統 並稱盟國準備長期支持烏克蘭 然而當被問及關於基辅要求其盟友 提供西方戰機一事時 他表示無可奉告 然而在臨近俄乌衝突一周年之際 美軍參聯會主席馬克米利 14號在北約總部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上抨擊俄羅斯 並聲稱俄方在俄乌戰事中已失敗 那麼 烏軍是否會對克里米亞 再次展開攻勢 烏防長展示印有戰機圖樣的手帕 是否預示著西方很快會提供戰機 美軍參聯會主席為何此時聲稱 俄羅斯已經失敗呢 防武行觀察正在播出 歡迎兩位 首先請教李女士 我們看到現在烏軍是試圖切斷 通往克里米亞的陸路走廊 您覺得這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是否意味著烏軍奪取克里米亞的 這個攻勢已經開始了 我想這是兩方面 那麼一個就是說切斷和克里米亞的聯繫 實際上扎布羅爾自身 他的安全也會相對得到保全 它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 因為我們知道當下各方都在為 2月24號即將到來的一周年做準備 那麼這個準備實際上它也包括 就是俄羅採取先發制人的攻勢 那麼打掉你可能的軍事行動的後路 這實際上是雙方都在佈局運作的 你包括為什麼俄羅斯這個無人艇 破壞這個後勤布局線 這個都是一樣的路子 所以當下你比如說下一步 按照烏克蘭的研判 俄羅斯有可能在哪些地區 發起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我覺得當然一個就是哈爾科夫這個方向 還有一個方向實際上就是赫爾松 那麼赫爾松 扎布羅勒這個片區 實際上它如果說它切斷了 和克里米亞的聯繫 那麼它實際上是可攻可守的 就是我因為切斷了聯繫 然後扎布羅勒相關的區域 它實際上相對就獨立了 就是俄方採取跨越整個區域的 就是行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難度 同時它也可以對克里米亞 實施潛在的攻擊 因為我們知道本身現在比利時 給它提供的那10艘水下減航器 將來我覺得確實有可能 在戰爭的關鍵階段 對克里米亞造成較大的損害 有可能它就是在某一區域 先是隱蔽待機的 一旦俄羅斯發起了大的軍事行動 那我就像這個儒術病毒一樣 我就本身就埋伏在附近 然後我定時引爆 定點引爆 所以像這種攻擊方式 我覺得應該說當下 對烏克蘭一方來講 它也是在準備的 所以當下下一步我們還可以看到 更大規模的爭奪 我就覺得包括克里米亞 你比如說你要封鎖它的路上走廊 你光從扎布羅羅這個方向還不夠 它還有克制大橋 還有內陸的這個連接 所以你光從這一面 你想斷掉它的補給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潛在的我覺得 會不會還不屬有進一步的 大家還沒有知道的 就是未知的這個進攻行動 這是我們可以觀察的 那請教白先生 我們關注到這個烏房長 在與美房長會晤之前 是向記者展示了一個印有戰機圖樣的手帕 那這個美房長奧斯汀呢 在問到是否提供戰機問題的時候 卻表示說無可奉告 那您如何看待 雙方的這樣一個態度呢 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 美國跟烏克蘭方面的考慮是不一樣的 那麼美國作為烏克蘭危機的最大推手 作為始作勇者呢 他是持續向烏克蘭去提供重型武器 包括攻擊型武器 那麼在這個過程之中 美國方面當然是持續在去 去抬升這個危機的長度 包括它的烈度 那麼最後的目標呢 一個是為自己去爭取利益 還有就是要從中能夠發戰爭財 對於烏克蘭來講 在這個戰機這個具體問題上 我們說烏克蘭方面 是希望能夠盡快地獲得美支戰機 尤其是像F-16這樣戰機 一方面烏克蘭認為F-16這樣戰機 就在全世界的擴散範圍比較大 所以烏克蘭方面有一個表述 就是他認為F-16 就像這個所謂的樂高積木一樣 不同的這個訓練版本 不同的發動機 不同的裝備 那麼比較方便烏克蘭來進行補充 而且烏克蘭方面也提出 這個兩個12架戰機組成的中隊 可能就能給烏克蘭現在爭取制空權 當然美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的考慮 可能就更多一些 那麼首先呢 它要控制對烏克蘭的這種 我們說這個援助的力度 因為我們講你比如說 提供了戰機之後 那麼烏克蘭方面當然會要求 比如說是中遠程的空空導彈 包括這個戰區外發射武器 這個也是烏克蘭方面一直在要求的 但是這些要求 會給美國自己的軍援軍報造成壓力 那麼這塊如果說美國方面 現在向烏克蘭提供的話 那麼未來 那麼怎麼樣去平衡 自己不同盟友之間的 這個裝備的獲得問題 那麼其次對於美國人來講 就是F-16的這種轉換訓練 從烏克蘭方面宣稱自己 可能在一兩個月就可以 那麼美國自己呢 其實也做了一些相關的測算 第一像F-16這樣的戰機的B類訓練 大概需要花9個月時間 美國人自己在國內的莫里斯基地 包括像這個162聯隊這種 負責向東歐國家進行訓練的 相關的單位測算的 一般也要是6到12個月 美國自己的話 如果是英語很好 那麼接受過美式戰機訓練的話 據說最快69天能完成 但是這個我們講 烏克蘭方面是做不到的 因為美國也明確地講 就是你69天速成之後 也只能飛鳥幾 那麼烏克蘭誰來飛掌機呢 就這些問題其實對於美國來講 他覺得他要現成的考慮 如果說那麼提供了戰機之後 那麼戰機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 沒辦法發揮出在應有的水平 甚至我們說在戰場上表現很差 那麼最後我們說當然 會影響美國戰機的 在國際市場上的這種名聲 或者是印象 所以這些我覺得 都是現在美國方面要考慮的 實際上也符合美國 讓這個相關的衝突 那麼繼續長期化 那麼烈度提高的這樣一個目的 那麼現在在俄烏衝突 臨近一周年之際 我們看到美軍參聯會主席表示說 俄方在俄烏戰時中已經失敗了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標籤 就是硬性的 我要給你貼上這樣的標籤 他就想證明 就是美國所主導的 這樣一個和蘿斯相對抗的軍員聯盟 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 他上次自己在證明自己 那麼從當下的情況來看 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是米利他憑什麼 就是按什麼樣的一個標準 你來定義 俄方就已經失敗了呢 你看他的理論就是 俄方在戰略上也是失敗的 戰術上也是失敗的 所以我覺得實際上 他迴避了一個最大的事實 就是真正這些原因 都不是最真實的原因 而最真實的原因 就是美國和西方 不想讓戰爭停下來 所以才會有緣不斷的軍員 所以才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干擾 使得日戰爭呢 就是從去年開始到現在 眼看一周年 我們說還很難看到 未來的這個走向和最後的終點 所以從現在這個情況來看 應該說呢 美國一方面是要硬性貼這個標籤 我覺得另一方面 它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目的 就是說是為拜登下一步 在20號到波蘭去 就是需要有一個相對的 就是美方認為呢 相對比較光榮的這樣一個背景 那麼其次呢 他到了以後呢 比如說他會接見地方的領導人 那麼接見的時候 他肯定要肯定這些國家 抗擊俄羅斯方面做出的貢獻 這個會作為下一步的依據 使得拜登在波蘭訪問的時候 那麼臉上是很有光彩的 我覺得當然第三個呢 他也在統一和協調各方的行動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眼看著這個戰爭呢 它就是北約的彈藥供起來很困難 美國的彈藥供起來也很困難 但是呢 美國需要以這個戰爭的 這種所謂的榮耀 所謂的光榮 做一個能夠統一行動的這樣一個牌 這樣一個目標 所以來協調下一步 比如說每個月一次的 美國聯合幾十個北約國家的協調會 這個協調會不就是用於 對烏克蘭援助的嗎 所以它上的這裡面呢 它有多重的一個想法 與此同時 北約戰機在不同空域 多次攔截俄軍機 同時北約與再度提高國防開支 佔GDP比例的標準 防務性觀察稍後繼續 根據俄羅斯國防部2月14號公布的消息 兩架俄羅斯圖160戰略轟炸機 在巴倫之海和挪威海的中立水域上空 完成巡航飛行 同時挪威情報局發布年度報告稱 俄羅斯北方艦隊的艦艇 自冷戰結束的30年來 首次開始攜帶戰術和武器出海 此外 北美防空司令部聲稱 兩架美國F16戰機 在阿拉斯加附近攔截了四架俄羅斯飛機 包括圖95轟炸機和蘇35戰機 而荷蘭國防部則在13號發布消息稱 荷蘭皇家空軍的兩架F35戰機 在波蘭附近攔截了由一架 伊爾20M偵察機以及兩架 蘇爾機戰機組成的俄軍機編隊 並半飛至其離開 據波蘭媒體報導 這起事件發生在 加里寧哥勒附近的國際空域 另據報導 北約即將就2025年以後的 國防開支目標展開討論 有意見主張將目前國防開支 佔國內生產總值2%的標準 提高到2.5% 不過很多北約成員國眼下 連2%的標準都仍未達到 此外 德國《世界報》報導稱 丹麥和荷蘭政府轉變立場 表示將不參與向烏克蘭交付 鮑2主戰坦克 作為補償 兩國願意參與鮑1坦克的 維修和保養 而挪威政府將向烏克蘭 提供8輛暴式坦克 那麼近期北約戰機為何 在不同空域多次攔截俄軍機 北約為何計劃再次提高 國防開支佔GDP比例 西方欲為烏軍建立的 暴式坦克營的計劃是否會夭折呢 《防武型觀察》正在播出 好 請教李女士 我們關注到俄軍的各型軍機 近期是在各個方向出現 同時俄羅斯的北方艦隊的艦艇 是自冷戰結束30年來 首次攜帶戰術核武器出海 您覺得俄軍這是在做什麼準備呢 我覺得應該說 當下態勢明顯地緊張了 俄羅斯顯然在比較刻意地 在營造這樣一個緊張的氛圍 因為原因很簡單 西方國家呢 當下新一輪的經過這個協調會以後 那麼新一輪的軍員又會啟動 而這裡面呢 它有一個比較膠著的一個點 就是對於戰機的認定 暫時目前還沒有達成一致 對吧 那麼要不要防止 這樣一個節點推高 我覺得俄羅斯 需要有比較強勢的回應 所以當下呢 這個行動本身 特別是更多的行動 我看到都是在波羅地海上空 你包括這個攔截呀 那麼包括各方的逼近 那這個也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在這個區域的附近呢 特別像挪威 那麼最近呢 按照俄方包括世界 我們說看到的最新的證據 挪威實際上也參與了 在北溪管道去年9月份的這個爆炸事件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 那麼俄羅斯加拿大它的戰力轟炸機 在這個區域的出現 我覺得本身也是在一方面提交聯合國 對於北溪爆炸事件 進行計务的調查 實際上也在給挪威施壓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態勢 當然從當下來看呢 我們看到關於俄羅斯北方艦隊的 它這個艦艇攜帶戰術核武器的消息 就是挪威情報局公佈的 人家說俄羅斯還是做了一個刻意的推高 比如說一個通常的戰鬥艦艇 它要是沒有攜帶戰術核武器出海 它所達成的心理制設效果 和它真的帶了核武器上 那我覺得這個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當下俄羅斯也需要傳遞這樣一個消息 就是我帶了這個戰術核武器 我未必會使用 但是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 所以這裡面它就給對方在研判方面 我覺得陡增了一個安全方面的壓力 而這個壓力它會傳導給對方 在下部行動當中保持適度的謹慎 這個我覺得就是俄羅斯當下它的目的 北約現在還計劃說要開會討論這個國防開支 佔這個GDP比例的標準要再次提高 您如何看待這一動向呢 我覺得這個反映出當下 北約整個的軍事屬性在越來越加深 因為過去相當一段時間我們知道 你包括德國它的本身這個項目 它是長期不達標的 但是在去年開始就俄羅斯衝突以後 我們看到德國在這個方面 也有了比較大的一個轉變 那麼當下大量的採購上也發生在這個階段 那麼其次我覺得 就是有些國家甚至它已經不是2% 它甚至2.5%都不止 我們舉個國家比如說波蘭 大家想想去年的時候 首先美國對它的軍售是60億 當時就是250輛M2坦克 你看這次在拜登即將訪問波蘭之前 又有100億的一個軍售 這些你都給它算一算 它是不是早就超過2%了 甚至2.5%都已經超過了 所以當下實際上有個新的態勢就是 隨著俄欧衝突的延續加深 有一些國家出於自身的利益的需要 它上市跳出來的 就是它認為它抓住這樣一個機會 可以彰顯自己當下在 北約新倫調整當中的地位 我覺得波蘭它就認為 就是我現在按照我自己的 這樣一個國防的實力 那麼將來我很可能會取代 包括土耳其這個陸軍大國的地位 包括德國 那我可能就衝在最前線 那麼衝在最前線 本身它一方面我覺得 它可以在北約框架下 得到它潛在的這個優勢 就是我比如說在制衡一個問題 包括我在彰顯我自己重要性方面 它有了資本 那麼同時呢 它可以更緊密地追隨美國的步伐 和美國形成深度的捆綁 這個在當下你不僅是波蘭 你像立陶宛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這些國家當中 我覺得表現得非常清楚 那白先生 我們看到現在 丹麥和荷蘭改變想法 不給烏克蘭提供暴二了 挪威表示要提供八兩 西班牙現在還沒準性 您覺得德國想要牽頭 為烏克蘭組建的這個 暴氏坦克營的計劃 是否存在著夭折的可能 這件事情不是說德國能夠決定 而是說美國在其中 做了一個主要的推手的 那麼一個角色 那麼對於這些國家來講 就是既然美國在從中做推手 那麼似乎要給美國方面一個面子 所以還是要參與到其中的 那麼你像葡萄牙 葡萄牙是提供三兩 那麼這樣的數字 最後我們說能不能組成 所謂的這個暴氏的部隊 很難說 而且我們講 從最初的暴二部隊 到現在的暴氏部隊 實際上已經有一個 降級的測裁在裡面 因為我們說暴氏 就是暴一的話 那麼這個像丹麥這些國家 加到一塊兒 據說能夠提供100兩 當然這裡面的問題其實很多 問題之一是 剛才就像德藝老師講了 人員的問題 波蘭接受訓練105人裡面 其實真正的坦克手 據說就21人 剩下的基本都是後勤保障人員 那麼他們所接受的訓練 北約自己的級別 它實際上是暴氏坦克 熟悉類的訓練 這個訓練 確實兩個月能完成 但是丹麥方面公開地講 丹麥本國的坦克兵 跟步兵之間 進行步坦協同訓練 兩年的時間 就是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內 真正意義上的形成戰鬥力 這件事情實際上我覺得 所有參與到相關坦克提供的國家 都是很清楚的 但是因為有美國這個推手在 所以各方 那好 那我們就推進 我們提供幾輛坦克 維持你們日常的訓練 那麼至於在戰場上 形成戰鬥力這件事情 實際上應該來講是很遠的 那麼至於是不是有人 真的關心這個 烏克蘭危機的結果 有沒有人關心當地的民眾 何時能夠恢復和平 我覺得無論是美國 還是一些參與的國家來講 可能都不關心 此外 日本計劃部署 十座大型彈藥庫 同時新設所謂認知戰機構 我們來看短片 據《讀賣新聞》2月15號報道 日本防衛省已制定 2023年度彈藥庫部署計劃 將在大分線和青森線等 自衛隊設施中 開始部署十座大型彈藥庫 其中位於大分線大分市的 陸上自衛隊 和位於青森線六金市的 海上自衛隊 將增設四座彈藥庫 同時日本防衛省還著手進行 在其他陸上自衛隊和海上自衛隊 勤建六座以上彈藥庫的調查 同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打算向美國購買的 最新型戰斧導彈 能避開防空系統的攔截 此前在14號 日本防衛大臣邦田靜一宣布 日本計劃同美國簽訂購買 大批戰斧巡航導彈的合同 此外 據日本媒體報道 日本政府準備新設一個專門 處理外交宣傳和塑造 國際形象的機構 名為戰略交流室 據悉 該機構將於2024年4月正式成立 初期編制10人左右 並且至少承擔三項職能 一是信息監測 二是信息發布 三是強化統籌 日本政府在新修訂的 國家防衛戰略中曾提出 要從根本上加強防衛省和自衛隊 應對信息戰的體制和功能 在2027年前建立應對包括 認知戰領域在內的 信息戰的情報能力 目前 日本自衛隊也正在組建 專門的認知戰力量 以承擔信息戰的主要任務 據日本產經新聞報道 防衛省計劃在陸上自衛隊內 新設專門部隊負責情報收集 分析和發布信息 預計在2027年前成立 名稱和編制尚未確定 日本此時宣布 部署10座大型彈藥庫適合目的 計劃新設所謂認知戰機構 具有怎樣的險惡用心呢 防衛星觀察繼續播出 請教李女士 我們看到日本此時宣布說 要部署10座大型彈藥庫 是什麼目的呢 我們首先看一下它的位置 大分線實際上是在九州的東北部 那麼這個方向我們知道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比如說輻射南海 輻射釣魚島 輻射台灣地區的方向 那麼另外實際上青森縣這個位置 是在本州的最北部 那麼它肯定就可以覆蓋 比如說俄羅斯這個勘察加這個附近 它肯定是應對這個方向的 所以從這次總體情況來看 如果說按照它當下的調整 10座大型的新增的彈藥庫 那我們會發現 首先它就是在去年12月份 日本新公佈了三份安保文件之後 那麼配合安保文件上面的 整個的這樣一個 包括安保政策的變化 那麼在整個佈局上的 一個重大的調整 整個日本最對下一步 包括戰俘在內 包括它的高超聲速武器 尤其在內的兩個重大的方向 這是一個總體的宏觀的趨勢 而且你包括戰俘500媒 我們這樣想 它難道能夠集中把它存放 在某一個大陸庫嗎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考慮到未來 就是應對大國挑戰的需要 包括潛在的 它認為的這個威脅的需要 它肯定是把它分制在南北的 而且它也不是完全集中的 它應該是採取的是 相對疏散的這樣一個部署 那麼第二個我認為 這個是未來美國在新版印太戰略 構建之後 對於盟友的總體動用的 一個基本要求和分布 這是一個宏觀來決策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 日本的未來的這個 新增的彈藥庫 和澳大利亞新增的F35的 零倍建中心 和在菲律賓新增的四個基地 加起來一共九個基地 全是美國可以調動的 所以在這個方向 它形成的這個分布式的態勢 我覺得是既是高度分散 又是可以瞬間整合的 所以現在這個分布呢 我們會發現它上就是在美國 整個的印太戰略出現 去年2月11號 新印太戰略公布以後 和去年年底的 新的國家安全戰略 和國防戰略公布以後 那麼這個也是順應 美國整體政策的一個調整 那我們關注到日方聲稱說 計劃向美國採購的 這個戰斧導彈 是能夠避開防空系統的攔截 那白先生您覺得 如果這500枚戰斧 部署到日本 會帶來怎樣的危險性呢 巡航導彈確實它通過 這個超低空突防的方式 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去縮短 讓對方防空反導系統 發現它的機會 而且現在很多的 新的巡航導彈 本身也有以身設計 那麼它的突防能力 再進一步提高 那麼日本方面呢 現在在這個時間點上去建立 據說到2026年之前 會建立兩個 那麼能夠發射 這個高速升速武器 和巡航導彈的相關的 導彈部隊 分別部署在九州 和北海道的這個方向 那麼這種行動本身呢 當然我們說是符合 美國現在所謂的 印太的這個假想敵的 但同時我們說需要指出 巡航導彈它對於日本來講 它是一種進攻手段 但是進攻的對手 並不一定真如美國所設想的 就是美國的這些假想敵 很有可能美國最後自己 會成為日本的 巡航導彈的打擊的目標 因為我們說 終歸在歷史上 美國有過這樣的經歷 美國方面應該記住 太平洋戰爭的歷史的教訓 而對於日本來講 其實對於日本來說呢 這些年來日本的發展 很大程度上是受益於 整個印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的 今年也正好是中日的 友好條約簽訂45週年 實際上我們也看到 之前我們的外交部 跟日本在相關的這種交流裡面 其實也提到 雙方應該不斷地強調 或者不斷地去想起當年的這個共識 互為合作火關 互為競爭對手 那麼這種共識呢 實際上是整個印太地區 那麼對於日本的發展來講 都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基石 而對於日本來說呢 走上這個軍國主義道路 走上擴軍精武的道路 那麼最後呢 一定會影響日本自己的福祉 那林女士 我們觀察到這個日本啊 現在是不僅在自衛隊中 設立這個信息戰的力量 現在還要在政府中呢 新設立一個所謂的認知戰機構 您覺得日本這是想幹什麼 我覺得它應該可以定義 叫做日本政府呢 對外戰略宣傳的機構 就它第一呢 負責對外發布信息 就是我們基本理解這個宣傳工作 第二個呢 就是塑造所謂的國家形象 這是很重要的兩個側面 所以這十個人呢 他們應該至少有幾個方面的任務 你比如說我首先 我是對於所有這個 對於日本方面的信息 做相關的監測監控 第二呢 就是從事我所希望的發布 就是我來發布 對我有利的信息 那麼第三個呢 它肯定還涉及到 就是對於其他國家 估計還有一些惡意的這個抹黑啊 這些造勢啊 應該說都是它這些的機構行動的一部分 就是將來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整個對外的戰略宣傳 是由這個機構負責的 那麼真正執行 應該是日本有專門的信息戰部隊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 就是我由這個宏觀機構 發布我的職能使命 然後下面這個負責執行 它是一條暗線 所以從現在來講呢 那麼這支心理戰部隊呢 包括輿論戰 心理戰部隊 它尚從事的就是當下 我們在俄國衝突看到的這一切 就是它需要來製造 或者塑造有利於日本方面的信息 甚至這裡面可能有一些假信息 一些模糊黑白 顛倒黑白的信息 都是需要靠它們去執行去發布的 甚至有些最後可能都很難得到真相 但是在戰時比較重要的階段 它可以混淆認知 可以混淆視聽 那麼這個實際上都是當下我們看到 這都是戰爭準備的一部分 這裡是《防務新觀察》 感謝兩位專家的分析 也感謝您的收看 想要獲取更多軍事新聞 歡迎您登陸《中國軍事網》 或是關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中國之聲國防時空》欄目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人》